ARMOG NEWS 和大家讲一宗科技新闻 这个新消息 其实讲得贴切一点 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手提电话的减价 讲的是iPhone iPhone SE的32GB和128GB 美国官网上突然上架 价钱是$249和$299美金 即$1,950至$2,345左右 这件事其实看到几个现象 第一 就是这部相机细小的起割 那为什么会突然间 所谓土土的款式又会放上来呢 反映到什么现象 很多时候过去几年 其实很多不同的大机 5.5吋以上的这些流动电话 就相当之盛行 还有加少少一些accessory 例如写的笔 可以再贵一点 在过去几年 其实是挺风魔的手机市场 也有不错的表现 不过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一个钟摆效应 现在大家用开大机这么久了 有些人就开始想起来 尤其是女士的手其实不是很大 那小机的市场就回来了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觉得iPhone SE 这部机重新上解 多少都有这个意味在 另一方面来说 就看得到 其实今次会不会 这个档次的机 其实在iPhone来说相当少 那为什么会突然间 又卖出来呢 会不会就是说 其实都看得到手机市场 真的无论是这么大的品牌 这个苹果iPhone也好 都面对很强的销售压力呢 那这样我觉得不言而喻了 明显地呢 今次新精头而已 虽然你说 在我们农历新年来说 可能还有两个星期左右 那不过呢 其实照美国那方面 就没有什么概念的 在他们来说 2019年刚才开始了 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跑数呢 那这一件事呢 都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 第三方面来说 一个互动的 或者关联的效应就是说 如果今次iPhone这样做的话 会不会令到其他的 那些竞争者 都有相继的行动呢 其实这个不难想的 因为iPhone一向以来 都是在高端市场那里 打得比较好的 在一些中低端市场 其实没什么机会卖的 那么今次了 他下了场打一些呢 二百多三百元美金的 这个手机市场呢 确实对其他的品牌呢 有很大的压力 如果你说呢 他今次这个做法呢 是蔓延到来亚洲 在这个中国啊 或者这个香港市场的话呢 我觉得那个效应呢 那个涟漪效应可能更加大 部分的国产机呢 现在其实都是卖着 二千多元这些价位的 在差不多的档次来说 所以你说没有压力是假的 未来呢 我估计呢 如果以香港或者亚洲地区 尤其是中国啊 在农历新年呢 过完之后呢 会不会有新一类的减价钱出现呢 大家呢 都真的呢 其实可以存好钱 存好利是 看一看啦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都 都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